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個星期開始 星期一的郭Sir快答時間 在看大家之前 我們要關閉手機 準備開始之前 大家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先看港股 今天恆子低開92點 報17848點 跌幅隨即擴大 最多跌過188點 低見17752點 跌穿50天線 創了一個半月 接近一個半月以來的新低 之後就存定 然後恆子再到升 恆子暫時正在升 149點 報18090點 想問郭Sir怎樣看大肆走勢呢? 今早的市就稍微反覆 再創了今個月一個低位 去到17752點 相對5號的高位18752點 怎麼計呢? 今日的市的波幅呢 暫時來講輕輕擴闊到972點 不過這個波幅都還是小的 假設今個月全一個月的波幅 有1200或者1500的波幅 你不穿頭就破腳 不破腳就穿頭 但是現在到底市會不會是 進一步向下走呢? 其實很多人都比較關注 首先以今天的指數最低的位置 是穿了一條50天線 但是以現在這一分鐘 18000點左右的水平 又站回50天線樓上 反而我就要留意一條10天線 因為10天線已經跌到18235點 如果指數在某個交易日 能夠回到10天線樓上呢? 即是說市出現了初步斷定的勢頭 那一刻就要看下面的成交金額 如果有足夠的成交金額 市隨時後抽上去都不出奇 不過當然不知道 整個大市都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唯一一點比較幸運的 就是股額不是說重得很緊要 即是一兩隻主要成分股稍微受壓 從而拖低指數 是這樣的 整體的市場的氣氛 仍然盤著在這裏等變的 事實上也是炒股不炒市 個別的股份 根本上不受指數反覆下限的影響 仍然是在資金追育之下 是不斷向上升的 簡單來說是炒股不炒市 現在 好 收到 跟著就 事不宜遲 大肺大肺的觀眾朋友的問題 第一位觀眾朋友 卡卡想問一下 郭淑姐1299有邦的 她說她自己沒有貨的 想問一下郭淑姐怎麼看 有邦近日來說 是進了一步受壓 而且是正在回視 早前遺漏來的上升裂口 今天最低見過54.5元 是已經補了上升裂口的一半 這些裂口不是一定要補完的 實際上早前的上升力很速 由44元左右 一條氣抽到65元前 其實走得很急 遺漏了上升裂口 這是一個後環 現在補一半總好過不補了 剩下的會否補完呢 是兩體 說走勢 現在這分鐘真是不漂亮 以今日最低見過54.5元來說 技術上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但現在這一刻 輕輕拉上去56.3元 似乎有少少鑽定了一個勢頭 你介不介意她 有機會再反覆試補個離口 如果你不介意的 有邦就是兩百一手 以55號、56號、54號 短炒就難說 但作為中線的部署 其實分別不是很大 舉個例 當你今天54.5元買了兩百股 去到現在56.3元 你當然是開3元 但都是只有兩百股的 輸贏不是這麼大的 反過來 當你56.3元買了兩百 一個不小心落回55元 輸贏都是二、三百 即是你想得到這一點的話 即是說現在這個價錢 兩百、兩百、四百 慢慢買 沒問題 就是中線部署 短線的炒作 比較難說 因為實際上 下面還有少少少上升 又不知道會不會回補 加上成交今晚也偏疏 所以短線的暫時應該是等等 先不要做任何事 如果你是中線部署 我覺得現在這分鐘 可以兩百、兩百、四百 慢慢買 大家可以參考郭傻的建議 接著看看Amy Amy想問一下郭傻姐 3898時代電器 她問現價就是30.07元 可不可以入 看看這個走勢 30.05元 已經升近一個月的高位前 事實上整個月 都是28.85至32.4 現在正在一個月的波幅中間 12倍往職市盈率 估值是不貴的 不過息率兩來八 其實就比較偏疏了 順帶一提 由低位大約18.1元 開始上升到現在 一倍又沒有 都升了60-76% 其實說升勢已經不少了 當然,走勢比大市 雖然近日和12、10天線 糾纏在一起 但以現在口價來說 仍然站在12、10天線和50天線樓上 簡單說 表現是優於大市 最好都是低一點才買 就比較好些 因為整個月的波幅 是28.85至32.4 在這個框灣走上走落 偷低一點買 就早沒有高墜 況且你看看成交 一直都還是偏疏 即是現在不像是大氣候 不像是大動作的時間 只是說它的表現 在維穩的買本扶持之下 暫時的走勢是優於大市 我覺得可以少等等 還好的就是去100一手 我不知道你想買作一個中線 還是短線的炒作 如果短線炒作 這分鐘就好像未是氣候了 因為事實上來說 就算走多一點也不會太多 而且成交金額不太相配 但作為中線的部署 借近30元左右的水平 100元、100元、200元 問題不大 不過風險管理一定要做 一個月的低位28.85元 我低一點 28元 一旦穿了 情況就不太好 換句話 28元的防守性 是不容有失的 好 收到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 Nelson 他給了一個超級留言 我們真的超級多謝他 我們就先回答 他想問一下中移動941 想問一下郭老師 中移動和華為的合作前景 你可以分析一下嗎 其實中移動會本身來說 有一個很強大的網絡 他用戶人數超過10億 簡單說 在內地的電訊業務方面 他是守執牛耳的 如果華為跟他合作的 當然是拍一隻最大的電訊箱 如果兩者相比 華為似乎來說就走對了 至於有沒有帶來一個經濟的效益 這個從一個中長線來說 我不覺得是壞事 不過就不會說短期之內 會造成很大的刺激 事實上直到現在這分鐘 中移動的股價都仍然是優越大事 雖然近日來說 由75.5%隨正價計 落到現在73.5% 有少少高抬的反覆 但也很正常 如果你看圖的話 第一 它一個中期大型的上升通道 一直都走緊 而且這口價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雖然近日有少少跟十天線糾纏在一起 但嚴格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高抬的整固 從中線來說 絕對是有利的 不過在現在這個價買 真的要克服自己的心惡 好像有少少搶包山 其實每一層上升 創了一年的高位 大家都覺得貴 例如60、67 在高一分鐘都覺得很貴 不肯買 後期去到72、73又覺得很貴 又不肯買 但如果你看到一些股值來說 例如10倍多些的市盈率 息率就接近有7厘 其實盡就算不供 它都一定可以守 況且它的業務不受經濟周期承稅所影響 派適亦相對比較穩定 如果你問我的話 短炒就無謂了 中線部署可以慢慢買 好 看完新問題之後 我們看看小組想問一下 3888金山軟件 看到金山軟件 今天暫時下跌4% 我想問一下多少錢可以入獲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金山軟件 第一就是說 你講的股值來講 相對是比較高的 以往值來講 還有它沒有股息牌 所以對一些股息一躲都沒有的股份 我的態度是比較保守的 尤其是現在這一分鐘 但是講走勢來說 它是不是這麼差呢 因為由18.26元開始的上升 是慢慢慢慢走上去 而且已經是綁著250天線 簡單來說 講走勢是屬於一個股市頂的形態 但是在基本面 不是這麼明顯偏好之下 就算走勢好也好 我的心態還是比較保守一點點 如果要買的話 都是低一點這樣對 整個月的低位24.21元 是不是站得到 現在這一分鐘也不知道 即是等同大市 直到這一分鐘 雖然站在18.5元上 但是形態上還是先高後低 一樣道理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我也建議稍微等等 以今最低的口價是25.3元 即是現在25.3元 技術上是走在幾種平均移動市之下 講表現來說 就不是太理想 不過當然知道 和幾種平均移動市 現在糾纏在一起 升少少就升破 跌少少跌破 是沒有意思的 只不過就是 如果真的要做部署 我寧願低少少 24個領額 那時候我會考慮 你反正是上落市 炒上落的話 我低賣總是好過高追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嗯 好 收到 小組去參考郭Sir的建議 跟著我們看一下小郭肯 他想問一下郭Sir 2899指金的 他就18元有貨 現價是16.5元 他就想問中線前景 會不可以呢 那你就要看金價了 這個很老實講 其實你要留一個後著 因為由10.48元的上升 去到早前的高位 19.48元 一倍就沒有 90%一定有的了 好了 那如果由19.48元開始回落 是屬於一個正常的調整 問題就真的不是這麼大 最終都要看金價 那我自己覺得 太大幅度的下跌空間 似乎就不是這麼大 因為金價現在就算怎麼反覆 都是2300、2400的區間 我又不覺得會跌得太多 但是你18元買回來 真的有些壓力了 因為整個月的低位是16.04元 16元成先 我看一底、兩底、三底、四底 是四個低位來的 不穿就沒問題 一穿了會進到下市 15元的水平 那就要看你的持貨能耐 夠不夠了 因為你18元買 其實是在整個升浪當中 是比較高的水平買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18元買完 升到上19.08元沒有走 因為由19.08元回到18元貪便去買 如果是回到那一刻貪便去買 那紀律上來說就有相確餘地 因為早前的價格 一直升到上18元的時間 曾經回到到16個嶺 然後由16個嶺 再突破18元再上 那就是18元是前頂 不能穿的 一穿了便麻煩了 事實上現在18元 也是短期後秋的一個 技術上的阻力位 有時都要留意一些終極走勢 由19.08.08開始走到現在 這分鐘 漸閃形成一度下降的通道 我用肉眼來看 簡單說 紀律上16元這個防守性 一旦有失 下一個據點 就要升到15元 能否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就看你自己 你問我的話 技術上的指示 暫時放在16元 一穿了 怎樣都好 對或錯好 先減三分之一 君子就不留危場之下 那是 今假以後上回 它就會升回 那你要捱得到才行 問題是你拿多少 還有你捱不捱得到 好明白 接著看看阿森 他想問一下 太陽神日愛股營100歲 升幾 他就問 什麼屋可以入呢 嘩 要買很久了 現在才說 什麼價格好買 那你問得我的 當然是想買 但是這個價格 你也是要買 你也是要買 1 2 3 4 5 6 7 8 八枝羊竹 早前來說 我們說 突破了30元 就看上去32元 那就目標到了 但是如果你說 你真是拿來炒的話 那我自己覺得 就小心一點 因為這兩天的成交 有少少不足 過去兩天的價格 是不斷向上攀升 但是成交金額 是不夠的 所以要短炒的話 你也要做少少風險管理 因為你不是早前上車 不是24、25、26、27上車 你是接近一年的高位來上車 那你為什麼不做風險管理呢 30元一穿了你就要止虧了 這兩元願不願失 願輸的話 你買少少無相過 但是如果你說短炒的 就風險管理 如果中線部署的 還有另一個策略 因為AI的電話智能手機 是未來一個亮點來的 可能會引發一個龐大的換機潮 所以瑞星的股價 中期仍然會繼續行的 仍然會繼續向上攀升 就是中線部署 就分口慢慢買 要忍痛的了 高價買了 如果32元買了500元 那麽買了500元 落回31.5元 30元多些 又買到500元 你買賣的前景 但是短期的走勢 其實來說 就一定要做風險管理 如果純粹短炒 這個就是你自己選擇了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在全日總結 以講瑞星 已經叫了很多次 是買的了 你二十幾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都沒有上車 是有少少走失了 好的 看完那隻瑞星之後 看了那隻信羽 二、三、八、二的 不止一個觀眾朋友 就想問一下 他又可不可以買呢 當然 如果你有看我們的全日總結的話 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第一層上升的阻力是50元 之後回到45元 是很標準的 聲效的回徒 再試上50元 如果突破50元 下一個技術上的阻力 應該是55元 瑞星他就做一些 手機的觸控 就是我們叫摩打 那順雨做光學 視鏡 那龐大的換機潮 如果啟動的話 他們的生意 出貨量 一定是同步增加的 你問我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 因為我本身是看55元 流上的股份 只不過就是 四十多元 不買的 來到50元 深思思想買的話 那走上來 那你就有少少 好像摸高了些 那麼多來買的了 因為事實上 50元四毫子 是一個月的高位 今早最高見過 50.85元 換句話 話來說 由33元開幅的上升 到現在 你是從高位追上去的 那錯失了 早前的反覆的時候 低買是比較可惜些些 你問我可不可以買 我是說可以買 目標是直至55元 但是高了之後 高台有少少反覆 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那它的股份是一百一售 那如果你想買五百或者一千的 那就不隨專便 就不要一次過賣下去了 先買著幾百 守住門口先 上到五十一 五十一個領 那些對板 又再買幾百 這樣賣法就比較穩陣些 沒有辦法了 在村頂高位再追的話 不到你用的 況且大市的氣氛 現在暫時來說 都只是一半而已 好 收到的 跟著就看一下 Erica想問一下郭Sir 今天很多個都不買貨 那順達來說 其實走勢又不是那麼差 不過很尷尬 因為呢 由三十六元去到大概三十八元左右 是寬了十二十五十一百和二百五十天線 就是簡單說 升兩元就升破 跌兩元就跌破 那我就當你整股上落等 不過是否也不太行 事實上 由二十七個三開始計 已經是一底 就高於一底 走勢來說 不差 走勢不差 不過成交 就只是一般 變得 要評論它 都不容易 因為價沒有動力 可能有一些 幕後維穩的部署之下 股價暫時會反覆穿梭在34、38、39之間 在期間來說,低買當然比高追好 1、2、3、3支揚足之後,今天高台有少少反覆 如果你問我的話,最好的買入價是36元左右 或者樓下買就比較好些 放下指示位是34元,不跌穿的 我就覺得買少少就沒有相關 順帶一提,業績欠負,而且沒有股息 所以買純粹是因為憧憬股價上升大力的投資回報 但比著我,我就不會選這類股份買 因為現在大市整股,我一定會選股息比較高的股份 兩手準備,萬一股價不升,我也有股息墊底 我就比較保守一點 但如果你要買的話,最好都是36元左右買 就比較好些 反正在上落市當中,低買就好過高追 還有你看下面的成交,沒有什麼大成交 不像是大氣候的,至少暫時來說不像 明白的,接著Erica她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一個354,中國軟件國際 那她就4個2有貨,現價4.4 想問一下上網多少可以走 一個月的高位是4.84元,我就不敢看到這麼高了 因為事實上,再說一些基本面 15倍的往績市盈率就不是貴的 不過股息只有1.8厘,我經常掛在嘴上邊說的 你買一隻股份,如果是沒有股息的 你只能夠憧憬股價上升,帶來的投資回報 所以要買得很棒,要買得個位很厲害才行 否則輸了股價又沒有股息,就兩重輸了 那整個月的高位,剛才提到是4.84元 那現在這分鐘要上升那個位,我覺得就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成交不夠,沒有足夠的動力 你看圖就已經知道了,近日來講 1,2,3,3支揚足之下,是輕輕收復了10,20和50天線 但都是沒有成交,都是沒有成交 如果你問到我的話,我覺得暫時看上去 大概是4.6到4.7左右,希望走多一點 不過4.3,4.2買,擺指站位很難擺 因為現在只有2號字,唯有自己看緊一點 比較大的缺點就是,1,2,3,3支揚足之下 理論上的成交應該多一點 在動力配合,我們才有條件向上望 但交投資只是一半而已 那就是說,都是波幅性的做好而已 不是一個大升的前提 還有由高台下來,這個高台6.89拉下來 一頂、兩頂、三頂 一條中期的下降軌,仍然壓著股價 現在股價剛剛好升到這條下降軌的頂部了 過不過得到呢?就要看看下面有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推 如果過不了的話,可能又會再反復,小心點 嗯,明白的嘛 接著就看看,下位觀眾朋友想問一下 9688再頂醫療,醫療 那他就想問一下,他就14.88持有的 想問一下前景怎樣看啊?和上網幾度 嘩,那些股份成日為何這樣一路都沒有成交的? 你看一下,你由高位25個秋半一直扔 進去10.05号簧,也是沒有成交的啊 即中間來說,不是排山倒去沽壓 是陰陰跌,陰陰跌 這些跌勢其實 amounts面都很他命的 stranded camera 你又不會覺得是很大的沽壓 既然就看一天又捨不停 ij yet 看一天又捨不停 不捨不不得, intermediate 就看三個月都是不捨得 結果就可以二十幾元,跌到六十元 好了,近期來說,有些 believing 所以是股份來支持負倫 始终做好一点都是对的 由10.05.06,这是最低位,一阵的低位 一阵的抽升到差不多18元那头 其实走得很快,不过那阵上升一样是没有成交 一样是没有成交,变成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 只不过手法收紧,幕后人士做少少部署 近日来说是属于一个急升高台的整固 所谓高台因为起步点是10.05.06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就无谓急了 13.42是一个月的低位,16.46是一个月的高位 既然它没有成交,一直在整固 我低买就比高追了,高追了跌少少,走好还是不走好 很难的嘛,低价买的,如果升少少不走的 心都还是舒服点的嘛,是吧? 最好的价都是在挨近14元左右 或者留下卖,就比较理想了 顺带一提,没有什么基本因素的,没有市盈率 没有股息收,买这类股份 只是憧憬股价上升带来的投资回报 如果买得不对的话,或者摸着顶来买的话 很辛苦很辛苦的,每次升到自己的顶座 它就跌回头了,会一直在摸你的信心的 所以在一些没有股息收的股份 逐步注的话,什么时候都是 低买就比高追,还有在低成交之下 你反正没有足够的动力 就给一点点耐证,等低一点点 才考虑买不买,好吗? 好,收到,接着看下一位朋友Joyce 想问一下那个sir,992元上的 那他就是10.92元有货 就问可不可以再上网? 我想暂时摆摆都没有相关 因为它那个AI的个人notebook 其实可能在第三季已经开收了 我未见过那部机,但据说是比较轻身 还有运算很高速的 还有持续性很强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就先摆摆 是吧? 早前由100元升上12.5元 是升得比较粗 升了50% 所以近期回到10.05元 是很正常很正常 属于急升后的技术上的回吐 如果你说看走势来说 就不是那么帅 10.05元一旦失手 下一个防线就要退售到10元 希望你有足够的持货能耐 但如果你看过基本面 看未来的AI的PC的销程 我觉得可以先等一等 我始终认为大市一旦断停下来 它再有一轮的升势出来 是会试上12元以上的 但能不能够足够持货能耐 就看自己了 持货能耐是否持货能耐 其实除了看有没有能力之外 还有一件事就是看自己持货的能耐够不够 你放一个星期就没有信心 放多一个星期 书人一两毛钱都走了 你怕它跌了 结果后过了一段时间 又不记得了这些实货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 人家说联想很厉害 一看回头就后悔了 既然是这样 最重要是看自己的首货 有没有足够的持货能耐 你买的是买的基本面 16倍往直的市盈率不算贵的 可以接受的 不过息率只是一半 只是3.5厘 我觉得现在的现金价来说 一两毛钱的上落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好的 看完Joyce的问题 看下这位观众朋友想问一下 551如元 是否可以问 今天进入的话可以看多少 哇 这股份很久很久没有人问了 其实应该是做环球的波蟹的冤意 曾经以前都是基金的外股 但到现在这一分钟 我自己看法都是一般的 首先说股值不贵 以往值来说都会有11倍的市盈率 而且息率超过6厘 即是说它不是那些是没有钱赚 不派息的股份的 不是的 如果有货的话就继续持货 短期来说你问我看到多少呢 整个月的高位是16.06元 这个也是一年的高位 看回由六个路易开步上 其实走得很热 所以暂时来说 经过一轮的上升之后 高台有些消化是很正常 不过相对大市来说 它是比大市强 而且是属于紧扣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第一个阻力 我想是15.5元先 暂时来说看着15.5元 下面是14元 应该是13.92元 是一个月的低位 当你14元 暂时14-15元之间是穿梭 上上落落 相对于今个月的指数 已经跌了900几点 它仍然在区间里面 扭住五五六 即是它走势是比大市强的 如果你问我 有货在手可以继续持货 风险管理 需不需要做呢 自己决定 因为始终六个多号纸上来 六个六号纸上来 严格来说 技术上的指示位 这一分钟 应该是贴于13.92元 或者14元 反正一跌穿了 就不是那么好的了 下一个防线 就要退守到13元 自己留言 好 收到的 接着看 Langsy 她想问一下 9988 阿里巴巴 想问阿里巴巴 几千元可以入呢 就问 想整够短期 会不会有机会跌穿70元 那70元上去到现在来说 是72.5元 是2元而已 我觉得穿不穿 不是那么大问题 事实上来说 60多到70多 70多到80 都是一个区间来的 一直以来都是60多 70多在整固 后期突破了74元 所以才将上去区间 上移到80多元 但是即使是这样 都是没有太大的憧憬 那现在这一分钟 72.5元 在阻止 其实走势就有点点令人担心 因为以今天最低的口价 71.5元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技术上 形态上是绝对绝对不理想的 不过还好的就是 就算巴巴反复 都是60多70 70 70多80 这是一个大区间来的 好又不会好得太多 跌又不会跌得太过多 即买一些上落等变的股份 低买就永远好过高追 反过来 如果你80元楼上买的 你现在就不知等几时 等回见家乡 很辛苦的 但60多70 或者挨近70多元买 你再下行的 三两元的 你又觉得 不会大跌的 没什么所谓 先放在那里 即是你83元买 和73元买是两件事来的 我觉得 会不会到70元呢 我不敢说 但是即使是到的话 我都不觉得会大跌的 你问我可不可以买呢 二三百 三几百 四五百 没有相关的 反正去下行的空间 应该不会太大 不过 一众新经济股来说 港走势 如果跟腾讯和美团比 巴巴是很弱 很弱 偏弱 买着它的话 都比较令人失望 好 收到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不是吧 回答两题 好 好 好 找一下 看看Erika 她想问一下1896 想问一下猫眼娱乐 可不可以入 哇 又是问一只 是没什么股息派的 不过都还好 近期来说的走势 都是相对比较硬正 一直都是在 100元 到大概10元之间 11元之间是上上下下 那 在上下等变的走势当中 低买就好过高追 最近来说 我见过是11元左右的 11元左右一路跌到 8个多人钱 都跌了不少的了 那如果你真是 有些少少投机的心态 来买的话 我没有意见 我就未必会选它 但是如果你说真是 在9元左右买点 那么多 上网回去10元 或者11元 其实 都有机会的 因为始终 第一股价 已经是走出了短期的 下降通道的顶部 而且三支羊足上来 那可能都是有些 某些部署 败在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成交金额 比较偏梭 那如果这一分钟买的话 很简单 一个月的低位是 8.31元 跌穿了8.31元 我这8号子 我给了去算数 那就是说 承招的风险都不够10% 那买一点 薄一薄 为什么不行呢 或者200股一手 你不是一定 你当你想买3000股 不是一次过买完的 你可以买400股 买完400股 真的跌了几毫子 有什么相关呢 加住又可以 不加又可以 没什么所谓 因为200股一手 没有压力的 是可以买一点薄一薄 不过8.31失手 情况就不是那么好 虽然不会大跌 但是重仓的话 都比较难受 所以建议短线操作 慢慢慢慢 逐少逐少买 不要急 好 收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有观众朋友就说 想看109华润置地 看到它今天就升了 但是其他代入内房股就插 我想问一下郭先生 怎样看内房股 我对内房股的看法 我在这里讲了很多次 内房股本身是建楼工厂来的 买地 建楼 再买地 再建楼 再买地 再建楼 再买去 环境好的时间 就多些土柱 土柱的添置就放慢步伐 但是问题 现在内房股 已经不是这个模式的了 最重要就是补交楼 不要给它烂尾 烂尾那些 尽可能做回去 完成了之后 交付回给自业人士 因为内地很多人 卖了一层楼 那层楼 是终身的积蓄 但是发展商的财棍 卖不到尾 结果整间楼是收不到楼 很惨的 所以最重要都是 尽可能补交楼 所以内房股已经失去了发展 带来效益 所以内房股 我一段时间 我是不会退界的 唯独是两只央企 688 中国海外和109 是相对比较好的 起码不会有财政的压力 但是即使是这样 整个气候不行 还有内房现在的问题 都仍然还是未完全解决的 要时间比较长 虽然中央政府 是有些政策出到来 令到一二线的城市的销程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不知道可以持续多久了 至于三四五线城市的房价 持续仍然是低迷的 内房股你问我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冲击 其实大家应该有留意到 我两年了 两三年 我是没有推介过内房股的 我是完全没有推介的 未来一段时间 我还是不会推介的 好 但是首先又要怎么接 一个月它低位17元还是两仙 给低两仙 17元跌穿了 这首帮不要留 起码走一半 起码走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早前由14、15元 开始一路走上去 就小米的生能源汽车 它宣传 那时候市场的气氛 真的很刺烈 它宣传的手法 是做得很成功 真的成功的 也都是开售的时候 是空前的热闹的 那么股价最高 也都去到20元3.5元 但是 卖一部 都仍是虚一部 做生意 很老实说 如果你说未利的 你都仍有一条数据 你要在卖多少都好 你都仍是虚的 或一条数 我不知道它是怎样计算 所以我对一众 新能源汽车的看法 我是很保守的 我是没有怎样推介 其实我也是没有推介过 那么 短期来说 以20元3.5元跌下来 去到17元0.2元 有点断定下来 是跌得比较错 所以稍微站一站 但基本上 我不觉得有特别良例 即是技术上 站稳之后 博去有个反弹的意思 但反弹多少 就要看看成交金瓦了 下面没有什么动力 你看到下面 就知道 完全没有动力 所以走回上去 可能去到17.5元 或者17.7元 已经有少少行人止步的感觉了 我也希望它能够回上18 或者高一点的水平 始终有些 真的18.9元才上车 但17元 一旦有了 首货就要止蚀或者减磅了 到底会不会这样做呢 你自己决定 好 看完Amy的问题之后 不如看加宝 她想问一下 那些啤酒股 包括168 青岛啤酒 和291 还用啤酒的 想问一下 这两只见底味呢 可不可以进入 股价真的跌了很多 先看看青岛清啤 由64.7元 跌到41.5元 然后反弹回上去 73.9元 一年的高位 跌到41.5元 然后反弹回上去 64.7元 现在就处于一个 反弹之后的一个 纪律上的消化之中 16倍阻止的 往职市盈率 股价是不贵的 以前一些内需 啤酒股 我们在给的市盈率 可能超过25 和30倍 息率有4厘 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 暂时来说 整个内需消费的板块 我觉得 大家都不要看得太好 首先来说 消费力弱了 还有企业很多 为了维持的市占率 都是加入了减价的潮 所以对啤酒股来说 我是看得很忠诚的 我不敢看淡 但是 我是不会作任何部署 否则现在的口价 以今天最低52.65 来说 是轻轻撞穿 最后那种平均移动线 简单说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只不过现在这一分钟 回到54.75 就有少少初步 好像断定的势头 但是 技术上的走势 都还是一样 因为没有太多的资金 如果你要做少少部署 我没有意见 因为始终来说 由64.7跌下来的 如果你真的买少少的话 放下指示位置在52元 跌穿了52元 当然是不好 是不是 那这首帖就考虑给他了 顺带一提 他两千一手 如果你一百一手 我还可以买一二百 买三几百 看看试就行不行 一试就两千 对的就赢三两千 不对的就输三几千 其实都比较难下手的 那股数 那股数太大了 那 价格是有少少是断定了下来 但是 是不是确认呢 现在这一分钟不知道 因为成交不是那么多 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紧守52元 那个指示位置 好 那还有一个 《华润啤酒291》 都是问是否见底了 《华润啤酒》 就好些 五百一手 以前都是两千一手的 那是否真的见底呢 看回纪律上的走势 那一年的低位是26.48元 之后反弹完 高台有个双顶 双顶大概在37.8元左右 那完成了双顶之后 就再转转反复 曾经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事实上现在这分钟 都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有少少好像那些 是断定断定的势头 那整个月的低位是29.05元 那这只就好部署很多了 他五百一手 我买五百好 我买千五好 买两千好 任徐尊便 即是实际上来说 买多少自己决定了 好像那只 买两千要整个十万元 你真是那么容易落手 是吧 但这只就简单很多了 那17倍的市盈率 那是可以给到的 3厘多的股息 那就不算好 不过没有这个原因 那如果你真的有做少少部署的 放低的指示位是29元 一个月的低位是29.05元 穿29元 我纯粹短炒的 我不拿那首货的 我指示 我输了都是一元而已 没有太大的风险 事实上来说 由高位37.83元 下来 已经跌了不少了 如果你想买的话 买五百或者千五 那先守着门口 你守得门口的话 你就不要想着 输一元几毫你走 如果一元几毫走那些 是属于我一买就买五千股 不对版的 我就输一元给你 我就走了 但如果是中线部署的 你不要一次过买五千 先买五百 买五百 买五千五 先守着门口 就算下去的 你慢慢慢慢在下面 再兜着兜着来买 好收到 接着有观众朋友 想问916 农园电力的 想问一下 几千可以买的 今天观众 每个都打算去买东西 都挺好的 都看得比较乐观 农园九倍的市益率 这个往值 三里的股息 广股值就不算贵的 市益率虽然是银些 但都应该可以接受的 走势也是由四个一号二千半 转转一直升到上去 近期每个位八个一号三 一倍都没有 但怎样也有90% 升了那麽多 当然要休息 早两天 都持续反复在十天线流上 但今天曾经见过7.42 轻轻触及十天线 看到这两天好不好 第一天就说 今天触及十天线 过去几次触及十天线 都上回去 但以后是否这样 我都不知道 如果走势进一步转弱 是有权进一步下市 二十天线 七个多元钱 如果要买的话 我觉得 借近七元左右 买就比较好些 因为早前 在六个八到七个四 都是一个整固区间 中间来买 总比高位来买 更好 你况且现在的走势 是有少少反复得来 逐步转弱 不如等到七元左右 你要买的 就在那个水平 才做部署 好 走走 然後看看Calvin Calvin想问一下 ILY1.1114 看到今天華晨升了1.9% 他问他算不算是收息股 因为有报道提到 華晨已派 特別股息每股4.3% 派一下也没有的 知道嗎 他早前卖了BMW股份 有些现金存在 但你又不去发展 又不去成 派特别股息 事實上來說就不要當是收息股的 這些是非經常盛的現金派發 不會連年都有的 所以你問到我是不是一個高息股呢? 不算是高息股 高息股的意思是 它每年的派息都是相對比較穩定 好像匯豐是高息股 內銀股是高息股 中移動是高息股 八百三宗的時候都是高息股 它連派息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參考 還有現金流比較穩定 但是華臣一次過派了這些特別現金之後 它明年可能沒有 下年可能沒有 所以絕對不是高息股的 是一次性的派發而已 我不建議你買的 還有你買完之後它會隨正的 你收到股息 隨正完之後 你就一直放在那裡 但是明年不能派 它後年可能都不能派 但是股價可能有機會是持續低迷的 況且汽車股現在這分鐘不是這麼當道的 我們暫時聽著算數 看著算數 不要想著它是高息股 四五元息當然好 但是不會連連派的 好收到的 今天的時間就真的差不多了 葛sir 那對啦 回答多幾條就不錯 大家很開心 是呀 大家很開心就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就非常開心 明天星期二 沒有葛sir快答的 是嗎 明天沒有 葛sir快答 要星期三才跟大家見面 等下四點半的時候 葛sir財經直播室 大家多多支持 等下四點半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記得給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按鈴鐺 按鈴鐺 يع起來 感谢观看